上午呢我们讲把这个包的基本概念啊给大家抛出来了 但是呢还没有写一个实实在的包 我们就来来一个包的快速入门 那这个包的快速入门呢我已经在设计好了啊 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包的快速入门这个案例 在这里 现在呢我们来写这么一个案例 要求大家啊编写一个包 该包有一个过程 该过程可以接收用户名和新的薪水 将来用于通过用户名去更新薪水 就是这个包是用来干这个事的 这个包下面这个过程是用来干这个事的 还有一个函数 该函数可以接收一个用户的名字 将来要实现得到该用户的年薪是多少 那么根据我们刚才所说的包啊是专门来干什么呢 专专门用于来分明一些过程和函数的 刚好就用它来做 来我们来一起做一个啊 把这个呢 沾过来 怎么开始一起开发快速入门案例 包的快速入门案例 要求写到这里啊 要求写到这里 大家两个杠杠表示出事的意思 那么与法如下 create create or replace package 包名 比如说我取个名字叫my packa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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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 这是我第一个包 e是end e是end呢 是它的一个开始和结束 我们先申明第一个包 申明第一个 申明第一个 这个过程 这个过程怎么申明呢 我们看到是per schedule per schedule 然后呢 我取个名字叫per per一 注意啊 如果你这个包的名字相同 但是呢 如果你这个过程的 过程的名字相同 但是放在不同的包啊 是可以的 所以你两个包都叫per per一 但是放在不同的包下面 这个是允许的啊 然后我们这开始写参数 因为它要接收 呃 有 这不行 这可能要重新来登一下路了 这要重新登一下路了 我退出重新登一下了 我把这个先沾一下啊 复制一下 退出 好 重新连一下 M123 好 登上去 然后呢 打开一个命中口 接着在这写 呃 他要接收一个用户的名字 和一个薪水 好 可以 没问题 V 然后呢 他新的用户的名字 E name 哦 这样写啊 V 下滑线 E name 输入了 那么显然是分差2 这是第一个 第二个新的薪水 薪水呢 也是他输进去的啊 就输入的这个 6 6薪水 3呢 然后呢 肯定是个number类型 完事了 什么都不要写 他就只是搞生命活动 其他都不用干 再生命 一个函数 嗯 其他都不用动它 Function Function 函数名Function 还是 他要输入的是一个用户的名字 所以叫V 因 刚一 内容 就可以了 好了 这也是VX2 代码写完 一个包 就这么建好了 一个包就这么 就这么简单 就去建好了 我们来试试看 能否成功呢 他出了一个问题 我们看哪里出 他说啊 在第五行 第五行出了一个错 第五行 就少了一个return的名字 很好啊 他检查出来了 那就return 他将来 因为将来呢 这个Function 是用来返回用户的年薪的 因此应该返回一个number类型 好 这样子就应该没问题了吧 成功 当你这个建好了过后呢 我们 我们看这一头 会有一个mypackage1 这个包就建好了 这实际上就是你刚刚建的那个 你看你打开看 就是这样的代码 看到没有 你写的那些东西都自动给你放这儿了 那么我们把这段代码呢 截过来 各位同学请看 此时此刻 如果你在控制台这么去用的话呢 你就可以直接使用了 你在控制台这么去使用 比方说 比方说你看我打开一个控制台啊 我把钱关闭一下 你们注意看 我假设想想用这个刚才写的包 mypackage1 一点 你会发现有两个选项了 那这两个选项呢 其实你现在调也没有什么用处 因为你只是声明 没有用 他说在mypackage mypackage包下面有一个过程 有一个函数 供你使用 但是现在你调可能没有用 因为你没有实现 好我们看 往下面接着看第二个问题 包体 包只是用来分明了函数和过程 但是呢 包体是真正来实现了 你的这些个过程和函数的 这么一个概 在一种数据立项 你看 他有基本语法是 create or replace package body 包名 这个包一定是事前已经建好一个包 一直 一直开始 end结束 那么在这里面呢 可以有很多个函数或者是过程 但这个函数的过程呢 事前已经在这个包名里面 声明过了 才能写到包体里面去啊 比如说这个包体 这个包体 这个包体呢 是跟这个包名关联的 那当然刚才那个 呃 大龙说可不可以直接创建 是吧 直接创建这个呢 我呃 一般情况下 我们都是先在包体里面先生一个 也可以这样这样这样建能应该说呃 从理论上来说啊应该也应该是可以 因为这是写的很齐全了是吧 写的很全了 就说如果这个你你这个包可以这么去理解 可能是你现在还只是想声明一下 你现在暂时不想实现 哎 你让别人去实现 这个包就包体就比较有价值了 如果包就比较有价值了 如果这个包呢 那我们待会可以试一下 如果在包下面没有声明过这些过程和函数 看看能不能直接建 这个呢 我们又去试过 这个我们又去试过 这个因为不是一个很关键的知识点 能成功就成 不能成功就不能成功吧 反正就是看到这个怎么说 我们可以先建一个包体 他的语法是这样子做的啊 我们来看看包体 包体 包体中 包体是用于把包中声明的函数 或者是过程实现的这么一种数据对象 好 我们来 他的基本语法 基本语法是这样子的 这样子的呢 来 我们来写一个 他的基本语法是如此这么的啊 create or replace replace 然后呢 package body 然后就是包名 包名 包名 这个包一定是要建起来的啊 肯定这个不用怀疑 包没有建好 在我们可以试一下 然后呢 第一次开始了 end结束 那这里边呢 可以去 实现 实现这个过程 实现过程 你看 是这样写的 create or 当然这边也可以写 or啊 我们这边一般不写了 create procedure procedure 过程的名字 过程名 过程名 然后呢 就是参数 参数列表 点点点 开始了 ease begin end 那当然 各位同学 你们应该可以想象到 倘若你这个包里面呢 有 有这个变量 要定义变量 写到这里啊 定义变量 写到这里 这是你的执行语句 执行语句 同样的 同样的道理 如果要实现一个函数呢 实现函数 也是如出一则啊 create function function 那么 函数名 函数名 这边是参数列表 参数列表 然后呢 这就没有那个意思啊 它是written written这个数据类型 返回的那个类 返回的那种数据类型 然后呢 就是 意思 里面可以定义变量 定义变量 然后 会定 执行语句 呦后 这不给我写了啊 看到没有 这空间太小 视乱不开 这是执行语句 看看有没有问题啊 但这还有个end咯 注意 这个意思 适合 最后的一个end 呃 配对了 那么这个end呢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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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end 是和这个意思配对的啊 大家要清楚的知道 它每个地方都有一个end begine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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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样子 好了 现在呢 我们就来实现一把 我们就把刚才的这个实现了啊 现在我们来个快速入门案例 快速入门 案例 怎么写呢 这个就把 我们把 把前面 包 包中的 两个方法 两个方法 怎么样呢 实现了 两个 不是两个方法 是 包中的这个 定义 声明的 声明的 函数 和过程 怎样 实现了 咱们一起来做一做 我们一起做一做 这个先不删掉啊 来看一看 编写标 啊 编写包体 包体的案例 如此之外啊 create or replace 这个包应该也可以 这个包体应该也可以这么多啊 我 我觉得应该是没有任何问题的 package body 那么刚才呢 有一个包 写到这里来 我们先让套路出来 一直 end 开始 他第一个呢 是这么一个过程 我就退个来 把粘贴下来 一直开始了啊 begin end 那么他这个 这个 这个要干什么呢 他是想通过输入的这个名字去更改他 那就写到这里了 update update 当然是用笔表了 site 薪水等于输入的这个新的薪水 from 应该是 就直接will了 will emain 等输入的这个emain 好 这就写完了 看到没有 第一个过程就做完了 实现过程 写完 再来 咱们实现函数 实现函数怎么做呢 大家可以看到 这里面也做了个声明 是吧 大家开始写 e begin end 那这个呢 我们要不要去定变量呢 笑话 你觉得要不要定变量 根据我这个要求 实现将来要 要有多少个年薪 要不要变量 肯定要变量 你没有变量到这怎么接受啊 是吧 v signer 对立 类型 number 可以 开始了啊 begin select 把年薪 把年薪果算出来 signer 加上 nz sign m 先是0是吧 0 乘以 整个包起来 整个包起来 咱们去乘以一个十三 in to 给这个变量 in to给这个变量 from in必要 where where 一面 等 送进来一面 搞定 当然最后一句话 written 最明星 这事就完成了 那么我们来试试看 看看能不能见起来呢 是吧 很轻松 很轻松 那么我们来调用一下 看看能不能成功 是吧 实际上呢 大家也不要把这个包和包起 搞得很神秘 它实际上就是把你实现的这些过程呢 起到一个包下面去 这样呢 利于你的管理 大家来注意观察 现在比方说我要调用这个过程 那我怎么去调呢 可以这么去调 先写包起 点 票一 输进去一个人名 比如说我们还是拿史密斯 smith 年薪 要不要什么年薪 薪的薪水 比如说两块钱 走 错了 为什么错了 因为没有习 EACC 对不对 对了 为什么对了 因为写了 我们查一下 这个主要是大家下午很用税 看到没有 是不是两块钱了呀 两块钱了 两块钱了 那当然这就也就成功了嘛 刚才呢 回答刚才那个 呃 大龙的问题啊 大龙他的意思就是说 这个过程如果我们没有没有创建 那我这样子 我把他写成二 这个二显然没有在买开启包里面声明过 对不对 好 那么我们上来直接来看看他有没有报错 如果没有报错呢 他说明可以用 看一下 说 大家有点观察啊 说 紫程序或游标 游标 游标其实就是能变了一个type啊 普奥一已经在声明了 但是没有 那就说 大龙的意思就是说 声明的肯定必须要实现 对吧 那也就是说 我如果再抄一份 看看能不能 明白是这个意思吧 我再抄一份 相当于有两个过程 普奥一和普奥二都干同样的事 这个无所谓嘛 这个无所谓 我们看看能不能成功 就如果没有在包体里面声明呢 直接创建可不可以 哎 也可以 那就说明 那就说明那个 刚才我们那个猜测是 猜测应该是 还是正确的 说可以直接建 我们看点了 这个时候应该可以点出来 应该有点三个 哎 为什么不 这个 那就掉不出来 掉不出来 那相当于白写了 那我如果直接这样子呢 直接写呢 smith 是不是 他他这样子做了 还不让你用 BXEC 主要上去声明 他这个 看到没有 他虽然 那么我们可以从这儿看 各位同学 看这个包啊 里面肯定只有 这个包下面呢 在这个包下面 有一个函数 放一 还有一个 因为这是声明过的 但是那个普奥一没有声明 没有声明过 你掉不了 看包体里面怎么说的呢 看包体啊 看里面包底 他都在 你叫了一个 叫mypackage 包下面有包体 包体呢 看 他这个包 包体里面 放了一个 mypackage 实现了一个 实现了一个这个 实现了这个 所以那个2还是不好用 因此 恐怕咱们这种方式 还是 还是不行的 还得按这个套路出牌 啊 因为你见了钱 你掉不了啊 你掉不了 相当于 白写了 相当于白写了 所以说呢 我们这样子再来做一下啊 还是以这种方式比较好 还看套路出牌吧 好 总结 总结 把这个 把这个呢 咱们 站过来 这有几些细节 要给他说说了 是吧 以后你们学习 就让老师的套路 保管 效率很高 啊 我们来 说几个细节的事 嗯 说细节啊 细节是这样子的 第一个 第一个 包体 以包体中实现的 中 包体中 要实现的 要实现的方法 方法 或者呀 或者是这个过程 应当在什么呢 在包中 包中 生理 包中生理 不要不要那样子 就直接用了 这是一个细节 第二个呢 我们在调用的时候 第二个 在调用 在调用什么呢 在调用包中的某个方法 的时候 需要 这样调用 这样调用 怎么调用呢 还是分两个 分两 两个套路啊 一个呢 就是这样子写的 大家看 我就写的有 怎么调用 当调用包 的包 包的过程 在过程外 要多函数的时候 在过程跟函数中 要代 Poll名 如果要讨 AL꺼连 viele方案的包 ğ nein 还有带方案的 方案的 整个完整的应该是要写的 方案名� а 包名.过程 你是这样去调用的 这个是指的在控制台调用 这个是指的在控制台调用 那你如果在 夹耳里面怎么去调用呢 待会我还要说这个事情 我们说这个控制台 先说 先说是这个控制台 控制台的调用呢 这个呢我就不写了 我就自己粘过来 反正这个呢 应该是没有什么问题的 你粘过来就行了 也就是说 也就是前面 这个调调这个构成方法 其实我们也可以这么去调 除了像刚才那样调之外呢 前面可以加个scode 一样可以成功 一样可以成功 你看也是成功的 其个原因就是因为 scode的方案下面 有这个mypackage 也就是说我们对象呢 实际上这些数据对象 都是在一个方案里边存活的 是吧 然后就是方案名 对象 对象名 然后呢里面的某一个过程 或者是函数 那么我们来看一下 如果说现在 我要求大家在夹耳中去调用 包下面的pro1 这个过程应该如此 哪般写呢 我们来看看 这个呢就给大家讲一讲 变化不大 大家看我们上次写过这个案例 假设现在我要调那个方法 前面就应该这么去写 scode dn my 就是把这个翻过来 它也是可以成功的 把这个翻过来啊 大家可以看到 整个占全货了 没问题 但是这一条都不能错 我还是说给king 调king 把它改成这么多钱 不要改成这个9000块 我们来试一下啊 这边我们要提交一下 这边提交一下 commit select一下from enp表 from enp表 我们来看 scode目前呢 kid目前是8000块 我们现在调一下 在gava里面去调 这个写全货了啊 以后看这个要看得懂 走一个 提交了 刚才提了 已经提过了啊 很慢 再看一下 9000块成功了 所以说 实际上呢 在包下面呢 去调 无所谓 就是加一个包面 如果可以的话呢 需要的话 再加一个方案里 就ok了 所以我们可以把这份代码呀 粘过来 这么简单粘过来就行了 在夹袜中调用 第二个 在夹袜中去调用 啊 调用包下的函数 或是过程 应当 应当这样 这是一个 这是一个 还有呢 就是那个函数 如果调函数的话呢 其实也是 也很轻松啊 大家看 刚才你能这样调了个函数吗 现在我要调另外一个函数 那就是 scot.mypackage 1 点 我们那个函数叫 放1 这也是可以的啊 我们看是不是这样子的 函数 因为刚才 确实建立了个放个1 它可以繁回这个年轻 我们在这直接调一下 看看 select scot.mypackage 1.pa 1.pppppckage 我不出来 不出来算了 不出来我直接写 s 就属于的key 看看能不行 出来了 他没提示 那不管他 那么我们整个这样写 看看能不能成功 一样的 看我允计一下 是吧 一样没问题 你把它写全货了就行 把它写全货了就行 好 这是在这个假网中 怎么去调用包下面的内容 没人回问题了 现在我们接着往下面看 郭先生 包在PSV国中 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部分 我们在后面写过程进行 分页的时候 还要再次体验它的威力 因为包的用处 在包下面还可以定义 一个类型 类型就是那个type类型 它还有用 后面还要说 下边 就跟大家说一下 这个触发器 触发器 这个包和这个包体 咱们讲到这就够了 也不用讲太深 你的那个书上 其实也就是讲这些东西 触发器这个知识点 各位同学 这个地方 因为它涉及的知识点太多 触发器 我有一个专门的章节 就是这个地方 我们第几讲的时候 专门讲这个触发器的 人会去过后 经常问你会不会触发器 你说现在刚才看到这个转播上面就明确要求 要熟悉oron口 就说明oron口地位越来越高 你看这机器讲 我专门讲这个触发器了 我再次讲的这内容 比以前那个 学生在网上发的oron口讲的东西内容多 以前还讲的9i 都那么流行 实际出去过后 那更流行的是吧 那会很流行的 宣传一股 学习oron口的高潮啊 对 我还要继续的往下面深入研究 好 那么这时候 oron口确实是很重要 所以说我也想多给大家花点时间讲 那么我们这个触发器呢 这个地方先展示啊 缓一缓 因为在第七讲 我们会重点讲触发器 它不是一句话两句话 说得清楚的 是吧 所以我们可能还是要 留点时间 在花点时间再说这个事情 好吧 第七讲 我们再经讲一下 这一块呢 先给大家简单说一下 触发器是个什么玩意儿 触发器呢 实际上它也是存储过程 我们刚才讲过 quare 是可以用来编写触发器的 触发器是什么东西呢 你听这个 听其名二字其一啊 触发触发 就是好像那个扳机 吹点一样 你按一下这个扳机呢 它就触发另外一件事情 它指的是啊 它指的是这么一种 它是存储过程 但这个存储过程呢 不是那种显示调用的 它不像我们原先刚才写的那个工程师 直接写个exec 存储过程名字就调用了 它不是 触发器往往是因为你做了一件事情 而导致这个代码被调用了 就好像那个监听似的啊 就好像那个监听事件一样 一般你按下一个按钮 诶 那个监听按钮 这个事件的那个函数被调用了 这种感觉 你比如说 当我们定义触发器的时候 必须要指定触发的事件和触发的操作 长运的触发事件 包括insert,update,delete 而触发操作实际上就是一个 可以使用create trigger来建立触发器 那么它的本质 触发器的本质呢 实际上是一个存储过程 但它调用呢 是隐含的执行的 是因为你做了一件动作 比如你登录了 或者是你进行对一个表进行修改了 或者是你对一个表的一条记录进行添加了 那么这个事情 导致了触发器的调用 是这么一回事 那么我先简单的说一下这个概念啊 触发器 初时触发器 那么这里面呢 简单说一下的概念 触发器是一个隐含执行的 隐含 隐含执行 执行的过程 执行的过程 它不是 它不是由程序员 它不是由程序员 或者 或者这个管理员 或者DBA这个管理员 来显示掉用的 显示掉用 而是 而是 因为 因为 你做了一个什么操作 而导致这个触发器的时候 而是因为 另外 在某个操作 某个操作 某个操作 而 而引起它执行的 而是因为某个操作 引发执行的 引发 引发执行 引发执行 好 是这么一个基本的概念啊 那么首先你看 都看到 触发器 仍然是一个过程 但是呢 这个隐含执行的过程 先明白这么一丁点 后边呢 我们有个专门的章节 来讲触发器 它分这个什么 执行触发器啊 还有什么系统触发器啊 等等 那么我们后边 还要想讲 还要想讲 好 这个呢 先说一句 下边呢 我们这个PSEQ 就要深入下去了 PSEQ呢 前面我们回忆一下 我们讲了 有 刀 讲了函数 讲了包体 讲了过程 但我一直没有跟大家系统的讲解什么呢 没有系统的讲解 PSEQ的一些语法 你比如说 我们前面讲的这几个案例啊 其实上 你看这些 为什么它是有笔定呢 为什么 这个变量怎么去定义啊 我都没有讲 我只是笼统的说了一下 你比如说 我们这个PSEQ里面 除了有这种数 Number这种数据类型 它还有什么特别的数据类型没有啊 等等等等 那么这块呢 我们就来给大家 系统的说一下 PSEQ的这些个语法介绍 在编写PSEQ程序的时候 我们可以定义变量和长量 那么PSEQ程序中 它有哪些个变量 或者是这个 这个常用的一些 那个类型呢 它分这么几种 一种叫标量类型 标量类型呢 我们已经见过了 叫Skiller 还有一个叫符合类型 叫Compus Size 还有一个叫Candle类型 叫Rifference 还有一个叫大数据类型 其中前三种呢 用的是比较多的 就是好像说 我们夹了 我们学夹了的时候 我们先告诉大家 分基本数据类型 八种 对吧 然后告诉大家 除了有基本数据类型呢 我们还有符合数据类型 又叫引用类型 又有什么宿主 类 这样一些东西 那它也有这样一些东西啊 它也分类了 标量类型里面呢 又分成这么几种 标量类型呢 常见的标量类型 有六种 变长制服 还有小数 有这个日期 还可以给它付出值 还可以给它 第一这个布尔变量值 这是常用的几种 那么我们一个一个的 跟大家讲 大家不能嫌繁琐 因为说实话呢 就是 应该说听起来还是没什么压力 待会我们做几个练习 或者有练习 跟大家提供 我们来看看 先讲标量类型 再讲符合类型 再讲参照类型 一点一点都来讲 我们现在 今天讲什么呢 PL Sircle 的语法 那有些老师 刚才你不是讲了语法 怎么还说语法呢 我说了 刚才讲的比较笼统 我们讲的这些语法 都是比较笼统的 在这边是编辆类型 我们就见过一个number 是吧 我定了一个number 你们就没见过其他的 还讲个verte chart 你们还有其他什么数据类型 得给它说清楚啊 对不对 它不能这么做啊 好语法 我们先说呢 什么呢 Peer Circle的 Peer Circle 这个变量 这个数据类型啊 数据类型 分 分为 分为这么几种 第一种呢 是标量类型 标量类型 叫Scaner 标量类型 我们先说标量类型 很简单 其实 其实这个东西呢 说一下也就是很简单 它确实不是很复杂 那么我们就常用的啊 常用的 这个标量类型的定义 是这样子定义的 Identifier 就是标识符的意思 如果是常量呢 就加Constant 如果不是常量呢 不用加 Dieter Type 就数据类型 如果唯空呢 可以加个 Not to know 如果复出值的话呢 应该加一个 冒号等号 是这么回事 基本的 这样子 那么我们注意看 这个Peer Circle 复值也觉得很奇怪啊 前面要加两个冒号 加一个冒号 那么这个冒号不加的话 他以为 他就不是一个 他就不是 他以为是在等啊 他是以为你在看 他们两个等不等 好 呃 常用的标量类型呢 有这么一种 变量 变长之物串 比如说Vename Verture 2 你可以定义这个Lumber类型 6 2 如果你在定一个变量的时候呢 你希望给他复出值 就是这样定义的 说Vvalue 2 是一个Lumber类型的 它的那个具体的大小是62 有效位数 是几位啊 有效位数 我现在问大家有个问题 我问大家有个问题啊 Lumber 6 6对号2 可以表示的小数范围是 多大到多大 我找一个东西说一下 小数类型 他只是4个小数吗 那个杨洋华你说一下呢 是这个是吧 我上面一写出来了 是不是 我还在问大家啊 这个是这个范围啊 是这个范围 这是有效位 有效位 那有效位是什么意思 你能给我解释一下吗 第一个不为零的 那如果碰到一后面 一后面是零的话 那个算不就有效位 那算有效位啊 很好 很好 好的 那么我们这是在定义的时候 同时给它付出 只是如此这般做的 那你要定义的日期类型呢 是V HireDate Date就行了 这个Date呢 实际上是 你们你们其实可以这么去理解 标准类型 其实基本上就适合 Elonco的数据数据库的那种类型 一致了 一致了 布尔类型也是可以付出之的 那么我们随便举 随便举几个例子啊 来举几个例子说一下 标量类型 常见的标量 标量类型 举例 有这么几个例子啊 比如说 比如说 这个呢 我就干脆布局了 因为这个没什么 没什么要说的啊 确实没什么要说的 那么那么时间在这 要不划算 那么特别说明一点的是什么呢 就是在定义一个边境 要付出值的时候 它是冒号等号 这人有点强调一下就行了 对吧 我们把重点放在理解的地方 记的地方稍微弱一点 特别说明一下就是 Pure Circle Pure Circle 在定义一个变量的时候 如果要付出值 如果要付出值 出值 要付出值 则需要使用冒号引号 冒号等号 那你如果不是用冒号等号 而是用的这个 直接用的一个等号 是表示什么呢 如果是一个等号的话 它是表示 判断两个数 相不相等 它这里面没有双等啊 它这里面没有双等 加码里面用双等来表示 判断两个数怎么等 但是Pure Circle里面呢 一个单等号就表示两个数 等不等 待会后面我们还要举例 是的 那么这样子 要强调一点 比如啊 比如这样子的 Vertra 比如说是 非 一面 比如说是Vertra Vertra这个32 然后呢 冒号等 顺平 顺平 这样就是付出值 不能写一个等号 强调一点 就是这个地方 好 这个标论呢 咱们就这么说说就可以了 接着看 下面有案例来了 这个很有意思 既然我们讲了标论 咱们再用一用 现在要求大家 写这么一个案例 以输入 以输 输入员工的编号 显示雇员的姓名 工资 要显示两个了 以前我们显示一个 大家肯定知道 以赛来给你 二手里面就完了 现在要同时显示两个 一个是姓名 一个是工资 一个是输入公号 我要把两个都显示出来 同时呢 个人所得税 我给了 是0.03 要求大家 还要算出什么呢 个人所得税率 这我没说完 显示 显示雇呃 雇员的姓名工资 还有个人所得税 这他应该交多少钱 交多少个人所得税 那么我们来具体的 看看这个案例 怎么写 我们来具体看一下 这个案例怎么写 举例 这个例子呢 咱们这样子 我还是写到这一头 待会儿呢 咱们省点事儿 这就不要了 反正我站过来了 大家跟着老师走一下 create or replace pro1 反正我待会儿把7个替换了 给我输一个员工的编号 很好 v-in-en-p-n-o in-number 可以明确指令 这是输入一个值 ok 意思开始了 begin bgin end 开始在意思这一方开始来定义变量 定义变量 实际上这个例子呢 是个长量 到长量我们可以 对了 刚才还忘了讲一个定长量 定长量呢 可以这样定 可以加一个constant 就表示一个长量了 长量就不能修改 长量你就不能修改了 二有时候老师 我这地方 如果这个可以 将来这个锁的税可以修改 修改修改 你就不要定长量 就定个变量 现在我们开始定 我先暂时不定这个长量 我先写 v-pax 税率 它是一个什么类型呢 我认为是个number类型的 它是3.32 那么咱们就定一个 3 2 就可以了 冒等 冒号等号 0.03 0.03 0.03 好 小数位保留两位 下早 下早 因为将来呢 你要显示 这个故人的姓名和工资 第一两个变量 Volchart 3.32 其实大家应该思考一个问题了 你们应该琢磨一件事情啊 这个变量机 为什么我定3.32 因为我害怕这个名字太大了 但是 如果定的太大的话 会有个浪费 将来待会呢 我会介绍一种新的数据类型 那种数据类型很有意思 它可以根据 你这个字段的大小 和类型来决定 它的变量是什么类型 好 待会我们再说吧 这个呢 没有出资值 就什么都不用写 V 还有一个所得税率 现在要交多少钱 Pax Pay 就是 就直接再写吧 过了所得税 这个呢 是个number类型 number类型 如果你不知道有多少钱呢 你可以先不用管它 开始写了 Select 我们要查出 这个名字和工资 ename 工资呢 sign into 注意看 我们原先呢 就是查了一列 说说就into进去了 那么 查出来有两个信息 怎么给呢 也很简单 你按顺序给我填好就行了 把这个填好 所以顺序不能乱 它会把ename查出来的值 交给它 再把sign 第二个插出来值交给这个边量 说错了 这个还不行 还要加一个才行 因为你现在 这个个人所得税 是要通过这个工资来计算的 因此才还要第一个边量 不然不够 不然不够 那标签是要出问题的 sig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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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name wil wil e ename no 但 它输进来的ename no sign 就开始计算了 开始计算了 因为你这里面呢 有名字了 有薪水 有税率 所以说计算出 计算 计算个人 所得税 大家应该可以感觉到啊 就是说 目前 我们这个 PSEC一旦扩展下来 它是可以 你 它可以下订单 这一套球全部写到这里面去了 而程序员要做的事情就是一样的事情 掉一个过程而已 你想这又多方便 比如它把那个数据库的那些用流去 全部写到数据库的这个过程里面去了 那肯定很方便了嘛 就开始计算 这个所得税 应该 这个所得税应该等于 注意 千万不要忘了这个冒号啊 一写着急了 你就等了 然后你又开始这个 乘以 这个变量了 是可以的 但这样写肯定要报错啊 一定要加个冒号 这负值语叫 是冒号等啊 冒号等 那这样就可以输出来了嘛 dbms 说出来 某某人 工资是多少 应交多少啊 某某人 查出来是V1 name V1 name 双杠 这个应交多少呢 应交 工资是啊 工资 工资是多少 把他打出来 杠杠 工资显然是V Signer 个人所得税是 个人所得税 是 好的 杠杠 把它已经算出来了 算出来的功语呢 我们把他沾到这里来 就完事了 最后一个分号 检查一下 有没有什么错误啊 哪写了一个分号 第 第几行啊 第一行都错了 怎么惨 Pers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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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么惨 一开始就死掉了 Persed 有R1 还有什么错误啊 哪地方 Sanary 对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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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把他算错了啊 这样子对吧 还什么错误没有 没有了是吧 好 我们来自信一下啊 走 成功了 那成功了 我们来试一下的 我们试一下啊 Ex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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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ersed 那么我们传进去一个编号 我们找一个存在的编号 我还是试一下 就用那个 证控是最高的 那个人 这个Kin Kin呢 他挣9000块钱 看他应该交多少所得税啊 算一下 肯定不低 Exed Persed 把Kin给传进 Kin的编号是 7839 78 839 走 Yeah Sed Sed Ord Persed 他这个啊 默认总是关闭的 走 好 那么说 June的工资是9000块 个人所得税是270 这个很有意思啊 到现在我们这地方 还可以加 EF 语句和 或许语句 这个功能就更大 更加强大了 他基本上就说 你那很多 为什么大家喜欢用 Oroncl 现在应该明白了 因为Oroncl 经常用到 比如金融金融和税务 还有这个 银行的这些系统里边 因为那里面呢 大量的就存在这种 复杂业务逻辑 你要写到这个程序里边 它很麻烦的 那这样子呢 他直接写一个块 你掉它就完了 你这个业务逻辑呢 就直接改字 像一般的大业务项目里面 就有人专门负责写这个 过程 他什么事都不干 他就写存储过程 写完了过后呢 他告诉别人说 这个过程应该怎么掉 就OK了 你写你的过程 我写我的夹杂举程序 大家分开 同时并进 项目也会很快的写完 大家能各式其职 写久了过 大家也比较熟悉了 项目就推进的很快 而且呢 夹杂那边 他也没有那么多 要考虑太多细节的东西 所以说很多公司啊 尤其像那种大一点的项目 他很喜欢使用 用P2SQL来编程 所以有些公司呢 他没有这样的人 他又不是很精通 是吧 他有时候就算了 自个儿写 也有这种方式的 这次呢 我们把这个代码先粘过来 把这个代码先粘过来 写到这 总结到这